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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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這女孩嗎 嗨 進階的各位你們好 今天妹要帶來一組結合重訓還有有氧的高強度代謝阻力運動 那這組動作的強度會非常高 所以非常歡迎進階怎麼來挑戰 那我在美國也很喜歡這樣子的訓練模式 它不僅可以在短時間內運用到我們的全身肌肉 也可以有效鍛煉我們的心肺還有肌耐力 那今天會使用一顆啞鈴 我們初階的朋友可以使用1到4公斤 如果是進階的朋友的話可以使用5到8公斤 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始跟著我訓練吧 今天的這組28分鐘運動會包含前面的暖身還有伸展 每個動作40秒 中間休息20秒 那我們先從暖身開始 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慢慢地從瑜伽墊的底部爬到平板的位置 讓我們的核心是保持緊繃的腰部不下沉 接著慢慢地爬回來 吐氣 還有最後的5秒 好 那待會我們不休息 直接停留在平板的位置 我們會直接做平板的碰肩 讓我們的手輪流地觸碰對邊的肩膀 一樣我們的身體保持穩定 骨盆不歪斜 讓核心是持續地處理 啟動我們的核心 維持在平板的姿勢 一腳往前跨一大步 讓我們的手穿過身體 並往上 視線也可以朝著手的方向轉動 讓我們前腳的膝蓋是往外的 環部下壓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直接上負重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結合兩個高腳背的深蹲 以及輪流的跨步蹲 然後我們的手掌是朝上的 讓重量是維持在我們的胸部前方 做兩個深蹲 起來的時候吐氣 站穩之後往後跨大步 做跨步蹲 膝蓋都是微微地朝外 最後的十秒 接著我們放下重量 做徒手的滑冰蹲 我們會輪流的往側跨一大步 讓我們的重心在前腳 後腳向側後方延伸 盡量讓我們的手能夠觸碰到對邊腳的腳踝 保持呼吸吐氣 最後的十秒 最後的十秒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將你的啞鈴垂放 讓我們的兩腳的佔據是呈現寬站 腳尖是朝外的 那我們下蹲 再定點 多蹲個一下 起來的時候吐氣 做一個踮腳 那做相撲蹲的時候 我們會更感覺到我們的大腿的內收肌群還有臀肌 起來踮腳的時候讓身體保持穩定 非常好 下一個動作會是 波比跳的簡單板 待會我們會做一個平板 接著兩腳一跳來到深蹲的位置 直接站起 波比站 跳出去的時候讓我們的核心是持續有力的 加油再給我兩個就好 最後的三 最後的三 二 一 非常好 下一個動作一樣回到我們的重量 我們會做單邊的火箭推 20秒之後直接換邊 讓我們另外一隻手保持身體的平衡延伸出去 起來的時候給我一點爆發力 讓我們的手盡可能的伸直 推起的時候大口的吐氣 直接換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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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痛苦 和痛苦 直到我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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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old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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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结合深蹲 还有拍手的组合 直接跳开 那我们跳回来的时候 来一个几掌 那如果你在家里不方便跳跃的话 也可以参考无跳跃的版本哦 太好了 你做到了 给自己一个掌声 下一个动作 把我们的哑铃 用单手拿着 我们会过跨步蹲 以及单脚硬局的组合 那我们的上身微微的前傾 我们可以更感觉到臀部 接着我们的重量 随着身体垂直的下降 刺激到我们的大腿后侧 还有臀肌 那我们动作都可以慢慢做 顺便调节我们的呼吸 好 好 再给我最后一组 做得非常好 那二十秒休息之后 直接换边进行 在动作过程中 身体会感觉到 些微的晃动 都是正常的 保持专注 多多的感觉到 我们的臀腿发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來到徒手深蹲跳的變化型 那我們身體可以先朝向正 接著往左往右側的轉向 在跳起來的時候 順勢將我們的兩手抬高換邊 那如果你覺得會喘的話 動作可以稍微慢一點 吐氣吐深一點 下半身的動作快結束了 加油 下一個我們會是做啞鈴的深蹲擺盪 那我們先擺盪大概四下之後 直接在高空中換手 那在擺盪過程中 用你的臀腿來帶動我們的啞鈴 來到我們的視線前方 走四下之後換邊 下一個動作我們兩手會橫拿這顆啞鈴 直接繞過頭頂 直接的轉向 這個動作我們會直接練得到我們的肩膀前側 也就是我們的前三角 加油加油 好 我們可以把啞鈴放下 下一個動作會是拳擊有氧的動作 讓我們先呈現我們的戰鬥姿勢 左腳在前右腳在後 做兩個小墊步之後 直接兩個直拳 出拳的時候 順勢的吐氣 用我們的核心來帶動我們的出拳 順便的調節我們的呼吸 再一度的拿起我們的啞鈴 來下一個動作 我們先做一個前舉 接著結合前舉 直接來個深蹲 深蹲的同時 直接將我們的啞鈴舉到我們的胸部前方 讓我們手肘不要彎曲太多 盡可能是打直的 這個動作我們會鍛鍊到肩膀、核心還有臀腿 起來的時候吐氣 下一個動作 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的瑜伽墊上 下一個動作 俄羅斯的轉體結合肩推的動作 讓我們的兩手一起拿著這顆啞鈴 朝我們的側後方做一個轉體 上半身微微後傾 接著直接將你的啞鈴抬高 抬高的時候你會運用到我們的二頭肌 還有我們的肩膀肌群 現在在肩膀肌群中 我們在肩膀肌群中 接下來我們會來鍛鍊我們的三頭肌 你可以呈現跪姿也可以是站姿 讓我們的啞鈴慢慢的 在我們的頭部後方慢慢的下降 下降的時候你要讓你的手臂是保持固定的 不要前後的移動 下降的時候慢 拉起的時候多多感覺到我們的手臂後側三頭肌的發力 接下來平板的划船 我們會從平板的位置 將我們的啞鈴從手部直接拉起直靠近腹部處兩下 接著將啞鈴放置在另外一手處再拉個兩下 然後在拉啞鈴的過程中 我們的身體都是要保持穩定的 核心還有背部會持續的處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先把啞鈴放在一邊 我們會呈現趴握 做超人式接著兩手延伸出去 超人式的挺背 停在高點接著兩手 歪字形的延伸出去 這個動作我們會鍛鍊到我們的闊背肌群 還有後三角也就是肩膀的後側 下一個動作 手放開的櫃子伏地挺身 兩手向前的延伸 並回到我們的胸部兩側 核心出力 直接推起 推起的時候多多感覺到我們胸部肌群的發力 讓我們的腰部不要下沉 如果我們會看到我們 我們會看到我們 我們會看到我們 下一个动作我们的身体会呈现仰躺 让我们的两手一起拿着这颗哑铃 先让我们的两脚可以下沉在45度角的位置 我们会同时的锻炼腹肌并做我们的窄握胸推 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腹部是贴紧着地板 意味着核心持续的发力 感觉到胸部的内侧做得很好 再给我五秒 非常棒 那这个动作我们可以踩坐姿也可以踩站姿 我们会做单手的肩推 20秒之后换边 帮我们的手尽可能的推到最高点吐气 来换边 我知道你的肩膀可能快没力了 加油 我们快结束了 你可以的 太棒了 最后的部分我们会用徒手的方式来锻炼核心 可以将你的哑铃摆放在瑜伽垫的前侧 我们会做坐姿的轮流转腹 让我们的两脚小心翼翼地穿过我们的哑铃 尽可能不要碰到哑铃 让两脚轮流地往侧方延伸出去 最后的十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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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把我們的啞鈴放到側邊 側平板的轉體 先給我一個基本的側平板支撐 待會我們會做一個下沉 讓我們上方的手穿過身體 再帶動往上 動作過程中要一直保持我們的身體是穩定的 感覺到側腹肌的出力 休息一下 待會直接換邊 最後十秒成完就是你的 我們直線一下核心的最後一個動作就結束 來到主訓練的最後一個動作 蜘蛛的平板跳 我們會先做軸心的平板 兩腳輪流的往同側靠近 接著直接做一個平板跳 那不方便跳躍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做蜘蛛平板就好了 我知道你的手臂在痠 腹肌也在痠 運動後你會感謝今天 有努力流汗過後的自己 最後的5秒 恭喜你今天的訓練結束了 最後的部分跟我一起做一點伸展 放鬆一下我們的肌群 第一個動作歌式 讓我們停留在右側 大約20秒的時間 好 身體慢慢的起來 我們直接換邊 接著兩手一推 讓我們的腳跟是著地的 來到下犬式 你也可以左右輕輕的動一動 放鬆一下我們的背部 和腿後側 右腳一跨 兩手延伸 吸氣 吐氣的時候做一個前彎 來 我們換腳進行 吸氣伸展 吐氣前彎 這樣讓我的腿後 那我最後 給我一個上全式 左右轻轻的动一动 放松我们的肩膀 谢谢你跟着我完成这套训练 大家太棒了给自己一个掌声 如果你有认真跟着我完成 今天的这套挑战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强度完全不亚裔 在健身房训练 而且在家就可以做 就是非常的有感 运动完又觉得非常的开心 给自己一个大力的掌声 有完成的话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你在吃什么 我在吃我的自创品牌 May You Fit出的高蛋白质零食啊 原来你有自创品牌哦 对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的自创品牌是May跟You的结合 May You Fit在英文呢 也是有希望你fit的意味 那我们最人气的呢 就是跟巧拉联名的蛋白质 燕麦很适合在早晨搭配牛奶 还有优格 这一款人气爆表的 黑可可米果蛋白棒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酥脆 是用米果作为基底的哦 跟台湾农民合作的 低碳米饼 它可以用来取代精致的面包 那有信心的朋友呢 也可以点看影片下方的资讯来 让你在追求健康的路上 也可以享受美食 看影片下方的资讯来看看